大家好 这里是汪哥说电影 我是弟弟 我们进来看兄弟俩同时车祸 弟弟醒来却变成哥哥的故事 中毒 哥哥是一个木匠 弟弟是一个赛车手 而嫂子是舞台兼制 自从弟弟退伍后 一家三口就住在一起 哥哥和嫂子十分相爱 哥哥会在下雨时及时为爱人送伞 也会在早上帮妻子挤好牙膏 结婚三年了还会为他写情书 弟弟看着哥哥嫂子也十分羡慕 哥哥嫂子便一直对他找个女朋友 实际上有女孩子在追求他 那就是赛车场的夜娇 只是弟弟对夜娇一直视而不见 一次弟弟参加赛车 哥哥为了去看弟弟比赛赶往赛场 因为快要迟到了 所以出租车开得比较快 意外就这样发生了 弟弟在赛场上为了追回第一出了车祸 同一时间哥哥坐的出租车也和货车相闯 兄弟俩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出了事 哥哥和弟弟都昏迷不行 但哥哥的情况更为严重 很快弟弟就醒了过来 但精神情况大不如前 很快嫂子就发现了他的异样 他的生活习惯完全发生了改变 会像哥哥一样给嫂子挤好牙膏 还开始做起饭来 这完全就是哥哥的生活模式 连喜欢弟弟的夜娇也发生了异样 嫂子觉得不对劲 但弟弟去看医生 医生说弟弟着了魔 身体被哥哥的灵魂控制住了 虽然嫂子并不相信着魔什么的 于是嫂子又带着他去看了心理医生 但结论无一例外是弟弟着魔了 而且弟弟将哥哥的木翼做得炉果纯青 嫂子看着这一切终于开始动摇了 可是他根本没有办法面对着弟弟的脸 然后把他当成哥哥 为了让嫂子心里能够好受一点 弟弟跟着他夜娇去了农场生活 可是他不爱夜娇 不久天空下起了大雨 弟弟带着伞去接嫂子 而且弟弟知道哥哥和嫂子之间的所有事 知道他们相遇相知相爱的细节 嫂子终于相信眼前的人就是哥哥 两人就像从前一样生活在一起 而弟弟举办了哥哥一直想办的展览 夜娇也终于接受了这个人不是弟弟 临走之前他向弟弟告别 在哥哥的木工房里拥抱了弟弟 过了不久 哥哥的身体因为脑死亡开始腐烂 弟弟和嫂子一起将哥哥的骨灰撒进了大海 一天 嫂子突然收到一个寄给弟弟的包裹 里面有一根和当初哥哥送给嫂子的一模一样的项链 之后 嫂子在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储物箱 里面塞满了弟弟拍下的嫂子照片和写下的信 原来当年哥哥和嫂子没结婚时 弟弟就爱上了嫂子 但是嫂子爱的是哥哥 弟弟为了哥哥和嫂子的幸福并没有从中做梗 还帮不理解女人的哥哥写情书 只要嫂子幸福 他就幸福 而现在弟弟为了让嫂子接受他 才假装成被哥哥的灵魂附体 嫂子知道真相后十分绝望 因为他已经爱上了假装成哥哥的弟弟 最后他就选择了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就这样把弟弟当成哥哥来爱 好了 看完这部电影 我只想说 不管再急迫的事也要安全驾驶 千万不要因为赶时间而酿成不可挽回的结局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